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再度来到大甲镇栏宫参拜 董事长严清彪也亲自接待 朱立伦不仅拜拜祈福 还跟严清彪密谈 那两人有说到为3Q催票 还有后续的立委补选吗 而且10月23号罢免陈伯伟投票就要举行 只剩最后一周得加把劲宣传 深入杀戮区地方座台会呼吁罢Q 还跟每一位选民集权 但有民众似乎在发呆 没注意到主席示意 也让朱立伦有些尴尬 不过这可没有交习朱立伦的战斗利益 持续炮打陈伯伟不适任 一位支持毒品毒株毒空气的三毒立委 我们把他删掉 这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而另一头的陈伯伟则继续100小时苦行 17号这天从龙井大渡一带开始走 也是他第五天的行程 由于每天走超过10个小时 较早已磨破皮 明显看出来一拐一拐 走得吃力 有民众热情跑出来力挺 但仔细看身旁除了团队成员 没有其他政治人物陪同 原来陈伯伟已经婉拒政界好友陪他走 原因也跟近期的高雄大火 还有双溪虎抱谈的悲剧有关系 这几天发生蛮多事情的 由我们来直接跟他们说 大家先把时间留在选区或者是他们的这个 包含新北包含高雄 如果让外地的前辈们还来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舟车劳顿 看是不是后面一点 有机会我们再邀请 陈伯伟的态度似乎也明显放软 离投票日升大约最后六天 罢免团体跟反罢方都各自出招 就看能不能催出基本盘 TVBH刘景领抢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